大家好,欢迎来到贝安斯课堂 哈喽,乐主持人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吴老师的德语课堂 在上集课当中,我们一起完成了阅读课文,德国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有关课文的重点讲解我们并没有全部完成 那么在今天这堂课上,我们首先要来完成这篇阅读的重点讲解 接着我们要来针对, damit和音速引导的重点进行一些练习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接着上一节课未完成的部分开始进行讲解 那么接着就是一些职业的自行车手 比如说是要信差工作,或者邮递员会用自行车来尽可能快捷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并且避免交通堵塞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句话当中出现了以嗡促引导的目的重句 那么正如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过的 如果说在一个重句当中出现的是以嗡促引导的目的重句的话 那么它的重句的主语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与它对应的是D 那么这样他们就能尽快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那么接着我们下来看 那么在德国总共有7500万辆自行车 平均来说每一个居民就有一辆自行车 那么许多人都是在他们的业余时间使用他们的自行车 那么在街道上的运动类型的自行车骑行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郊外和自然环境下的山地车和自行车旅行也越来越受欢迎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句话 以及像对应的B 那么最常见的是自行车被用于业余时间 许多人都会从事自行车旅行 这是相当愚蠢的 正如我通常首先用我的汽车 以便我稍后可以骑自行车 来自柏林的Bend这么表示道 说话间 他把他的自行车撞到了汽车上 但是为了恢复健康 我现在非常喜欢骑自行车 注意 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看到的目的从句 表示 表示 为了做梦事 上百公里的自行车道 要比一公里的高速公路更为便宜 但是我们却在德国 这个汽车之国 说话间 他上了他的汽车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也就完成了 对 Das Verkehrsmittel Nummer 1 德国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这篇文章的讲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练习词 Benutzen Sie ein Fahrrad? Wan? Wie oft? Würden Sie gehen auf Fahrrad benutzen? 您是否也有一辆自行车 什么时候 多久 你是否喜欢汽车 那么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 针对这几个问题 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OK Jetzt habe ich ein Beispiel für euch 吴老师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模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Ja, ich habe ein kleines hart 是的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我不再住在 市里去了 Ich benutze Es eher immer sergin Wei ich lieber zu Fuß gehe 所以我现在使用它的频率 越来越少了 因为香蕉而言 我更喜欢不行 Das ist noch gesünder mit dem Fahrrad zu fahren 这要比骑自行车更为健康 Wer ich in die Stadt fahren möchte Wer ich lieber mit Auto Wer es einfach viel praktischer ist 因为 当我要去市里的时候 那么 我 更会愿意选择 开车 因为这更为方便 Allerdings finde ich immerhi Das Fahrrad ein sehr gutes gesunders Practisches und umweltfreundliches Verkehrsmittel ist 但是尽管如此 我始终认为 自行车是一个 非常好的 健康的 实用的 并且环保的交通工具 好 那么到这里 有关 排名第一的交通工具 这篇阅读的所有的练习 也就到一个段落 那么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 Uber elf 第87页的练习十一 mit version seal Vot zu damit um zu 那么这是有关 以damit 和um zu 引导的 重聚的一个练习 在练习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练习过程中 我们会用到的一些词汇 Das Blatt Die Blatter 也 比如说 Give mir mal ein Blatt Papier 请给我一张词 Entsprescient 相应的 相关的 Ich hoffe Du hast die Entsprescient antwort gegeben oder Ich hoffe Du hast ihm Entsprescient geantwortet 我希望你 做了相应的答案 或者 给出了相应的回答 Das Fert Die Pferde KungDi ChangDi Fertig schreiben Schreibt Fertig Schreibt Fertig Fertig Geschrieben XieWan Zum Beispiel Ich habe die Hausaufgaben nicht fertig geschrieben 我还没有写完回家作业 Die Fortsetzung Die Fortsetzung Die Papierflugzeuge ZiFertig Das Pflaster Die Pflaster ChangKotier GaoYang Die Plastiktüte Die Plastiktüten Suladet Der Profisportler Die Profisportler ZiE Die Seife Die Seife Fey造 Die Spielfiguren Die Spielfiguren Yousie人物 Yousie角色 Die Spielriegel Die Spielriegel Yousie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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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ürfel Zen saize Um get Würfel Zi saize Zu cien Das Würfelspiel Die Würfelspiele Zi saize Yousie Die Borte Die Borte Song信仁 信差 Die送人 Austragen 分送 把什么什么分送 到用户家 Zeitung werden bei jeder Familie ausgetragen 报纸被分到每户人家里 好 那么在完成词汇的讲解之后 我们就一起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练习 B Werchefortsetzung passt Schreiben Sie die Sätze fertig Drei Sätze damit Drei Um zu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将下面的句子用 Damit和Um zu来进行开心 注意 那么其中我们题目的要求是三句话用Damit 另外三句用Um zu来进行开心 那么在开始练习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题目 Satz 1 游定员经常会用自行车 Fünf Mensche Leute in der Stadt fahrenheit 有些在城里的人会骑自行车 Sex File Schüler fahren mit dem Fahrrad 有许多的学生 中学生会骑自行车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右边 在课文当中给出我们目的从具的一个内容 Fit bleiben oder sich erholen 保持健康 或者恢复 Schneller in der Schule oder zu Hause sein 可以尽快地到学校或者回家 Ein stück Natur sehen 欣赏自然风光 Nicht im Stau stecken 不用遭遇交通堵塞 Die Kondition trainin 训练身体状况 身体素质 Die Arbeit schneller erledigen 尽快解决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一 Fiele profi sportler benutzen des Fahrrad damit sie ihr Kondition trainin 许多专业的运动员会使用自行车 以便可以训练他们的身体状态 那么 接着就请同学们完成这个练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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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句 欧比赛俗利用的尚书来保持健康或者恢复健康 第二句 自然爱好着骑车的目的是可以欣赏自然风光 四 有地员经常骑车为了能够尽快地解决他们的工作 五 某些人在城里的人骑车是为了他们不用再遭遇堵车 六 许多学生骑车是为了能更快地到学校或者回家 两个人在城里的人骑车是为了能够尽快地解决 两个人在城里的人骑车是为了能够尽快地解决的 一种旅程是为了能够尽快地解决的 一种旅程是为了能够尽快地解决的 在今天的日常课上我们一起完成了Demit和温速引导的目的重拒的练习 那么在下一节课上我们将要完成剩下的两个小练习 好的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Aphidensin Aphidensin